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豆沙锅饼 那豆沙锅饼你只要掌握了两点 第一就是面糊那个水和面粉的比例 第二就是你摊饼的时候的火候 那这两点掌握了以后呢 这张豆沙锅饼你就可以顺顺当当的完成了 那今天我们做两张面饼 我们用半个cup的面粉 一个cup的水 半杯面粉要满一点 水要浅一点 然后一起放入 和均匀先 最后再打入一个蛋 搅均匀了 不过晒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保证它没有颗粒 然后我会用两个碗 把它均匀的分开 这样等一会儿下锅的时候 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往锅里一倒就可以 先开火打锅烧烫 但是呢又不能很烫 因为你太烫的话呢 等一会面糊下锅的时候一下就揭起来了 所以就转不开了 面粉一下倒入 然后即刻旋转 然后即刻旋转 这个时候火不要太大 中小火就可以 然后移动你的锅 让它四周都受热 不要心急着去翻面 慢慢等它老结了以后 也就是说等它结实了 你再去动它 那翻面的时候啊 是用手最好用 最灵活 但是呢是有点烫 不过呢这个烫的程度呢 我们还是能够承受的 好过你用筷子啊 用什么工具 把它翻破了 我们还要反过 那更累 等你看到这个边上都有一点翘起来了 那我们就把它顺着这个边 拉拉开 然后轻轻提起 这样就大功高成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放豆沙馅了 那有些人呢喜欢把豆沙蒸一下 然后变成软绵绵以后呢 直接涂在面饼上 那也有些人呢是把它放在保鲜膜上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的 再把它移到面饼上 那我觉得呢我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豆沙哈 这个角这边剪一个口 然后挤出来 在中间这样横向的挤个两条 然后就这样盖上保鲜膜 然后就这样盖上保鲜膜 在保鲜膜上工作 把它这样碾成长方形的 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拿掉保鲜膜 这边先盖过来 这个方向面饼和面饼要叠起来 然后把这边翻过去 所有豆沙的地方都要盖住 好了一个豆沙锅饼就完成了 那如果说你要忍藏的话 你就这样直接放到冻柜里面 煎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技巧 就是放下去的时候呢 接口朝下 要不然的话呢 它就会打开 然后火不要太大 让它慢慢煎 翻面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铲子 用铲子 这样深深的铲过去 然后翻面 但两面都这样金黄了 就可以起锅了 后鸡蛋倒吃了一片好吃 有小时候家乡的味道 好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